新冠疫情籠罩全球 全球GDP也大縮水了 不過由於臺灣防疫成績亮眼 讓臺灣的經濟交出漂亮的成績單 根據德國之聲報導 臺灣去年經濟成長率為 百分之三點一一 超越了中國的百分之二點三 是臺灣三十年來 GDP第一次超過中國 並指出臺灣是在新冠疫情期間 全球最強勁的經濟體之一 而臺灣會取得如此的好成績 除了半導體產業做出很大的貢獻之外 防疫出色也是最主要的原因